诗语 我送完这一单我就回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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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你不要欠我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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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过要娶我的 我不会是颜的对吗 医生 患者是急性白血病 除非做骨髓一致手术 否则就只有半年时间了 医生 我们做手术 多少钱都行 手术费用只是一方面 关键是要找到与患者骨髓相匹配的圈线者 不过这个概率非常 除非能够找到患者的直系亲属 最好是不 叶梦 叶梦 欣费 欣费小妈某海兄弟 行公肥四 你这个混账 我 是冤枉的 是叶天 是叶天母子的 为了家族进城人的位置 故意陷害我的爸 住口 证据确凿 你还不知悔改 今天起 如常上京叶家 叶沧海 你没有你这儿子 他们 都已经死了 妈 您这么着急让我回来 有什么事吗 跪下 妈 你这是怎么了 告诉他 是 老爷 三年前那件事 是叶天少爷 为了争夺叶梦少爷的家族继承权 一手策划 三年前 叶梦少爷动用家族十亿资金 在海外渠道做出风险投资 如今已价值一千二百 叶梦少爷 是万诸无一的商业集财呀 我已经查了三年 如今不但查出真相 更证明了我孙子叶梦是天教奇才 而你身为家族 既然事别不分 诗人不明 把我叶家的欺礼儿 逐出家族 你若不叫我孙子找回来 我亲自当着列祖列宗的面 向你逐出家族 凡儿 爸错了 爸是叶家的罪人 妈 我知道我罪不可恕 我愿现任董事长之位 以戴罪之躯 召回凡儿 由他继承万豪集团 载助我叶家百年辉煌 今日大厦首富万豪集团 董事长一海发布 要找回三年前 被逐出家族的大儿子 继承市值万亿的万豪集团 找到叶家大少 不但能让我们领扬侦探界 可能得到十个亿的少计 听说叶家 已对叶少的通讯设备 继续追踪 只要叶家大少不脱手机 我们就能立刻锁定 他所在的位置 在万豪集团立下惊天功劳 我这正程不懂 能不能一步升天 竟然这次了 冲击下去 动物园全国四百七十三家 万豪集团的精英 全力追踪叶大少的消息 病人没有窒息清楚 那就只能在大厦骨髓库里 进行配对 成功的概念很低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另外骨髓移植的手术费用 是三十万 你们要尽快准备好 谢谢医生 三十万 三哥 三十万 其实也不多 这张卡 是你这三年跑外卖 存在我这的钱 一共有十三万 就差十七万了 三十万 你说过要娶我过门的 你可不能失忆 我们 我们一定要把病治好 好吗 好 我答应 三十万 你跟我上完家旋 我陪你真身病魔 很复杂的生活过简单 你好 伯伯 以为有你想吧 我的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 到永远 有心 与你相爱 一生为你而来 老子 老子你好 来 谢谢老子 有心 你 安排 要和你一起看 画和有心 照封对白 长度美乱不测 万万 只要你在 我三十多情感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 请注意查收 你说什么 在哪 信息不传来消息 反而这四年的通讯IP 在正常 快 背计 请 好了 你 鲜血频率过高 这个月不能再抽了 已经有点贫血 回去记得 吃点肉食补补身体 嗯 谢谢医生 炸 洗净 鲜血 靠 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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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 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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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医生 还挺严重 我先给你包扎一些 再给你拿点绣炎药 不用了医生 我快成熟了 帮我拿点纱布就行了 苏兄好 苏少好 好好好 我的宝贝们 都来吧 没想到 这夜少四年前 被逐出家族后 竟然来到了正成 我们万豪集团 正成分公司 能追踪到少爷的手机通讯 那可就发达了 我好像听说 谁要是能找到夜少 赏金十个亿 我没有发财了 十个亿 我要是能找到这个夜少 就已经这样分合了 十个亿算什么 你给我记住这张脸 只要我们父子找到夜少 等他继承了万豪集团的万亿家产 我们就是从龙之臣 届时 手艺何止十亿 一顾当天的机会 就在面前 你可千万别给我办砸了 你们好 我们 放着吧 看什么 你一个小小的外卖员 也想要一步登天是吧 我是来送外卖的 现在的外卖员质量都这么高了 想一步登天送什么外卖呀 像他们一样坐这陪本少玩 本少有的是 不正让你 恶翻天 我有男朋友了 有男朋友怎么了 你男朋友肯定是个穷鬼吧 不然 怎么可能让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来送外貌 穷有姐姐 我男朋友比你好乎万费 够劲儿 我喜欢 女人 随时都可以玩 追踪叶家大少叶凡的手机讯息 才是你的首要任务 办不好叶董交代的事 我们俩都得卷铺给滚蛋 哎呀 你就放心吧 爸 肯定不耽误正事 喂 王医生 鼓嘴 屁肥上了 真的 哎 就是他 是六号床别人的女朋友 他呀 要是卖鞋又是送外卖的就他男朋友 这都坚持一整年了 没想到 如今这世道还有这么真挚的爱情 真希望他们有一个雷好的季节 这坏药的疼痛啊 非常忍能忍 他的求生意志非常强 能撑到今天 已经是医学奇迹了 是我没有 骨髓 飞钦配对 概率太低 你付出的已经足够多了 对了王医生 你说他匹配上了 是 啊 对方 也姓业 是位全是滔天 资产万一的大人物 我们 没能取得他的痛 啊 王医生 分割的等不了了 你看 能不能让我跟对方直接沟通 哎 对不起 医院有医院的规定 原则上 我们不能泄露捐献者的信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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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叶首夫愿意捐献骨髓 他男朋友的病人就会被治愈 我 哎 你去看看他吧 温医生 温医生 你 也脏痕 希望你们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谢谢你 三哥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是 正常分布苏远山下江 拱营叶董事长 花儿 你在哪 求求你给爹打个电呼 喂 喂 先生您好 我能不能得阿白训变了 和您的骨髓匹配上了 这您 我只给你们三天时间 找不到我儿的消息 共同开除 世子找我们的小组 世子找我们的小组 喂 喂 文哥 你醒了 想不想吃橘子呀 我给你拨 诗语 瘦了 你的哥们 啊 啊 没事 不小心滑的 你看 都快好了 医生说了 全曾车联系不上 我的日子 还多少 时许 你还年轻 别再为我受苦了 忘了我 三哥 只要能治好 你我做什么都愿意 你说过要求我过门的 你怎么能放弃呢 对不起 我不要对不起 我要你活下去 三哥 你不要放弃 你陪我活下去 好不好 好 我答应你 我放弃 为了你 我会活下去 嗯 啊 对了 王医生已经给了我捐赠者的联系方式了 他一定会救你的 一定会 我现在 我现在就出去给他打电话 你等我 嗯 诗语 我西地会为了你活下去的 诗语 只要我更求 一字阶齐 被忠求伤进叶家 我叶沧海 没有你这个儿子 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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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害不住 为什么 三哥 三哥 翻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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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翻哥 翻哥 你闯上 你闯过来 你闯上 别吓我 快快 快吼他 翻哥 他昏迷的频率越来越高了 这样下去 可能成无三天 你给我陪陪她忙了 范哥 我们可能等不到婚礼的那天了 今天 我就正式成为你的妻子 生死其苦 雨泽承受 日子之首 月子鲜老 三分钟 我们竟不能同事 他别拱 我小姐 你男朋友有救了 我小姐 你男朋友有救了 宣长 什么是你 苏少听出了你们的故事 彻底过来帮你们的 没有匹配的骨髓 谁也帮不了我 大厦人口十几 只要肯花钱 什么样的骨髓也找不到呢 这是一张五百万支票 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女 这个支票 就是你的了 这不可能 会有男朋友 跟着这个废物 你只是卖鞋打工的牛马 跟着苏少 你便是万豪集团 正常分公司 总派之子的女人 我不需要 请你 要是没有苏少这笔钱 她可活不过三天 现在这个废物的命 可就在你手上了 我只给你 我只要这么考虑 三 二 一 不要 我 我大雨 早这样不就完事了吗 这废物让你空虚了很久了吧 哈哈哈哈 那今天本少就让你少分天 哈哈哈哈 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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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我喜欢 就算是死了 也不让你动我的女人 叶凡 你小叶啊 这这这一点也不像啊 我去 吓死老子了 我就说堂堂叶少 怎么可能是你这个费 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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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一条无权无权 你敢反悟吗 你心想动他 你吃吃罚酒是吗 放开他 你吃吃罚酒是吗 放开他 哎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王法 万豪集团在大厦一手 冲键 而我罢 替万豪集团牧手正常 在正常 我 就是王法 神经夜经 好几团 原来你是叶沧海的狗啊 原来你是叶沧海的狗啊 叶沧海 你们竟敢对叶少傅不敬 他是非不分 从前不变 使人不明害我至此 为什么要经常 凡哥 和你骨髓匹配上的人 就是叶沧海 哈哈哈哈 你竟然还想 让大厦首富给你寻命 叶首富正在苦苦寻找 四年前被逐出家族的叶家大少 求他回去继承家业 可没工夫打理这垃圾 对了 叶大少也叫叶凡 可惜啊 同名不同名 你也不瞧瞧你这个样子 你也不该 让我回去继承万豪集团 好 他知道 自己做人真想 你想屁吃 叶少乃是商界奇才 不是你这赖 根据通讯定位 叶少就在正常 请找叶少 我是咋理的 至于你 现在乖乖去门口呆着 别耽误老子的正常 要是表现好 待会还可以省你两块骨头啊 哈哈哈哈 取取一条教训 你这可输我致死 你还真以为你是叶少是吧 放开他 我告诉你 叶少的通讯设备已被追踪 只要他一打电话 叶少不应该立马找到 还敢冒充叶少 我今天就替叶少 宿宿宰了你这个狂妄之处 不要 我 救你放了本哥 我什么事情都答应你 完了 我给过你们机会 可惜你们两个 给力 救你 放心 今天我不但会玩了你 而且 会当着他的面玩你 什么 还不感谢本少给你这个免费看大片的机会啊 你个混蛋你不得好死 我只会活得更好 但我锁定了叶少的手机IP 斩获从龙之功 不但能够到叶少不学上十个月 到时候 会逆飞冲天 让我苏家成为大厦的顶级权鬼 这 小心命 千万想逆飞冲天 让你们苏家 分下 你什么东西 还真以为你是叶少啊 是我 叶少 你在哪儿 喂 喂 去万惠医院 好 很好 我追踪到了叶少的手机IP位置 转中内 给我赶到万惠医院 我要做面积叶少的第一人 我说你还真会顺杆的往上爬呀 说你跟叶少同名 你还真把自己当叶少 还在这儿打电话认亲 叶少父的信息 就是他跟你说的吗 我说你们两个真能演啊 我今天真不相信 你这个下车道的臭丑 能把叶少父给请到这儿来 算了 找死 想让我死 一条流乱狗口气都行 你不是自称什么叶少吗 今天 我就当着你的面玩了 你的女人 看你这个狗屁帽牌 混得包怎么着 你 我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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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当然是干你的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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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重新 老实点 闻少愿意宠幸你的女朋友是你的福气 分分五次给脸不要脸 你竟然想找死 那我成全你 对 不要 我 你可重当 竟然你必死 连凤可花的力气都没有 还想让我死 你废物竟敢捂你本事 放开我 放开他 就你个小扫毛还想咬你啊 就你个小扫毛还想咬你啊 又是死 你不会让你得失了 你就是死 我已要睡了 哈哈哈 真是个情少 谢谢夸奖啊 都给我把他按住了 有本事玩腻的 冲冲有份 不要过来 快走 下辈子我们的女生 不要 想死 你经过本寿的同意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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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起来啊 嗯 要现在就来驯服你这匹猎吗 嗯 嗯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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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是他 一个没剩七天活头的社会底层的野狗 也想没有苏少 叫吧 你叫得越欢 我就越兴奋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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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人 我来了 都给我住手 都给我住手 院长 王主元 你们在干什么 让我放开 谁让你进来 王主典 院长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病患 要不是你一个小小主人管的事 出去 这是我的病人 真放心 连自己的狗都管了 差一让本生失望了 走 这女 哦对了 剩下的事你就来解决吧 要是解决过 你这个院长就别打 你做手放心 今天的事一个字都传不出去 我没人家属留下你 好 你死了 你竟然干扰老子的眼睛 你给脸没有 你 你放了 这女 你个臭小子 你个小子 这人你挣扎什么你 道路是说的 人家女人换一个荣华富贵不好吗 苏少看上 那是她八辈子求来的福气 你这是绑架 我抱歉揭露你们的罪行 王主任 苏家为叶家 物凶一方 而且马上就要盘上叶家未来的继承人叶少 如此人物 我得罪不起 你也得罪不起 这个废物 他更得罪不提 这个废物 反正也没钱看病 到此晚死 没什么区别 王主任 我知道这半年你为这个病秧子贴了不少钱 现在才是他报答你的时候了 杀了他 吴院长的胃子就离了 我是名医生 我这双手 值救人 哈哈哈哈 医生能赚几个钱 抱上苏少的大腿 那可是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老子不稀罕你们 王主任 我可答应过苏少 你这事一个字都不能传出去 你这么不识相 你也不敢让你活 我才给你准备一个几句 你们这帮畜生 会遭报应的 哈哈哈哈 报应 你怕是不知道万豪集团的能量吗 苏少是万豪集团分公司总裁之子 整个正常 谁能让我遭报呀 是你还是这个废物啊 我事成万豪 当兴你们这句秘书 一个看不起病 靠死人养育的废物 我从业少 现在就灭了你 从苏少请勾 我还谁敢动手 夏总 你怎么来了 一个小小的院长 你在动坟吗 叔爷 夏总 你什么意思 这小子 他得罪了苏少 你这么护着他 是想跟苏少做罪吗 你说的是苏昊 苏昊 那个顽固竟敢视笔过 他没认出叶子 苏家这次死定了 正好让我下江 接下这坡天的步 没错 就是苏昊苏少爷 苏昊 他算什么东西 苏少 可是苏总的儿子 你虽然是万豪集团 政策分部的副总 管大医押死人 你哪个废物 得罪苏少 夏总 我劝你啊 还是把这小子交给我 你想让苏昊 闪要我吗 我虽然不知道 这小子跟夏总 什么关系 但是他 就是一个看不起 并非女人养着的废物 叶少 马上就要乾隆重渊 也是正成 要成为龙精之地 苏总 作为万豪集团 政策的港座人 到时候 必定会受到业重的青睐 凝固凝固 凝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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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一个废物 你姓叶 叶家的叶 什么 竟敢残寒兽爷 基于兽夫人 罪不可恕 想怎么死 你竟然是叶少傅 一直在找的叶少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是 想将救下来迟 请少爷辞罚 起来吧 少爷 这个人渣 怎么处置 少爷 少爷 都怪我永远不知在山 我愿意坐下坐马 向你出罪啊 少爷 出罪 废 鸭血拳 等候少爷处置 少爷 少爷都是我的错 我再也不敢了 你饶了我们少爷 我 我 我去救 是 苏豪卢走 听过去救 是 叶董事长马上就到 您不如在医院等候 苏家 我去过几次 少爷 就在下前去营救吧 我要亲自去救 启祝 启祝儿 约上一个小小的分工四死 哎 好大的狗胆 雕头 去宿舍 是 老爷 这就是苏子 苏少爷 已经为王小姐墓里进攻了 嗯 下去吧 是 少爷 苏豪就在这个房间 嗯 啊 香啊 真香 哈哈 爷今天 就来好好闯闯 放开 世语 放开 世语 世语 我来救你了 世语 苏豪 你做得太过了 下手 你怎么跟他在一块 亲自 苏豪 赶紧把王小姐放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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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院长为什么没解决这 原来他的靠山是您啊 下手 哎呀 您最了解我了 到我苏豪嘴边的肉 可从来没有飞出去 苏豪 这是西南霸主的东西 人 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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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一个清理 又 哈哈 哈哈 还是一趴呀 夏娇 我陪你便叫你一声下 但是别忘了 你 就是万豪集团正成封公宿 我 而我爸呢 可是总裁 你确定要为了这个废物得罪我爸 我是不公宿 那叶董事长也不公宿 那叶董事长也不公宿 什么 夏叔 我就玩个女人 你说至于 还能叶董事长出来吓唬人 再说了 你跟这个废物飞心飞心 你帮他不就是为了 money 哈哈哈哈 一个连病都看不起的外卖员 能给你多少钱 这样吧 这件事情你只要不尝试 我 我都给你打了 双倍 人心 多乐乐不如重了 这个极品 我们可以一块儿玩吧 哈哈哈哈 你身子不叫出你这么个贝类 拿下 夏娇 你确定要为了这个废物 跟我们说这四剥脸吗 陈死 祖号 你可不可以笑 不信 夏娇的敌人 抓了你 让夜少处置 啥 是废物 是夜少 这绝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别比龌龊 心下犯上 还竟敢对少妇人无礼 今天 你要替苏远山 好好教训教出你这个小畜生 我苏远山的儿子 还轮不到女教育 夏娇 你好大的胆子 你救我 你救我 救我 妈 苏远山 我下江 是在夜少行事 你确定要阻拦好吗 夜少 哪来的夜少啊 夜少太子 苏远山 这次你可落到我手里了 陆苏远山 死不教 父之过 此事你也脱不了干血 你难道还要继续包庇这个小畜生吗 我看过夜少的照片 气宇悬昂 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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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就是人中楼风 这个面 怎么可能是夜少呢 对啊 爸 之前我的医院 早就对比过他跟夜少的照片了 那根本就不是 夏娇 恭喜你 找了个冒牌货 赶快放了我儿子 不然 别怪我不客气了 紫远山 我确信这位 他就是夜少 还有执迷扑吗 真诚 面負我的眼线 要是找到夜少 也是我先找到 大师 你猜取这几两个 能在我和夜董事长之前找到人 靠着一个冒牌货 来我撕下撒野 真将我寺远山 是你捏的不能 来人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胆敢反抗 直接打死 快 分手之内 敢斗苏家 孙远山 狼子野心 这些人 反而 胜不一定的胜 是 老爷 老爷有令 无分之内 敢斗苏家 胆敢反抗 直接打死 你 严生 我干什么 你干什么 下江 刚不是要教育我吗 我在这站得好好的 你倒是来教育我呀 刚才 消灯器也去哪了 下江了下江 你这副总在别人眼里 是个领导 在我眼里 就是个狗屁 但这叶总是让来正常的机会 想策划一场闹剧 弄个假夜上 鱼木混书 想犯我失德之罪 你这么处心的针对我 我该怎么报答 孙月山 他就叶凡 他真的是夜少啊 哎呀 全国上上下下 叫叶凡的 多了去啊 夏主 你要找叶凡 你直接跟我说呀 我分分钟给你弄来一百个夜饭 都该死 他是叶董事长千丝策运的 是 问董事长 他如果真的是叶凡 那么跟他来我家的 为什么是你 而不是董事长呢 小狗接到通知 只是先行一步 董事长马上就到 孙月山 劝你不要 通知 我怎么没有接到通知呢 夏江 你这谎言 简直是漏洞百出啊 余山 董事长他马上就到 现在放开我 我马上给董事长打电话 夏江啊夏江 你真是胆大抱贴 为了上位 竟然敢玩 阴谋幻太子的把戏 我今天 就替叶董事长 是你这大不幸之 退 退下 现下的 原来你是想借着这个冒牌货 财物们苏家一家 你真该死 你 祖元山 你是不是疯了 是你法上就到 你敢打我 你肯定会后悔的 缓兵 说到临头了 还不真悔改 把他们拖出去 把他们拖出去 别葬了我的别墅 是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每逢大了 有惊奇 夏江他只是略生小技 就差点把你给框骗了 今天要不是我在讲 他的阴谋就得逞了 哎呀 爸 这不是由你来 下次一定得理 啊 嗯 哈哈 等一下 交给你了 忙了个假裸 我收拾赶紧 变得生死什么麻烦 放心 叶凡 你怎么配跟叶少同名同姓啊 你这个后台都已经倒了 现在 你想怎么死 也敢动我一根汗毛 叶沧海去腿 你还就是给我装叶少是吧 居然敢直呼董事长的大名 我看你是回应 可清静长年 继续三 不会让我喊 你什么伏击 只不过 我到底是不是这叶家大人 你可以亲自哪里发让叶沧海 确认你大爷 你可以不确认 听说你杀了会好几分的继续者 承担得起叶少 我 我 你别动手 爸 你该不会被这小子给吓了吗 你们刚处决完下极了 董事长知道我们都得玩屠子 你臭小子 我差点伤了你的当了 是啊 这小子跟叶少和鸣 不该知道那么多他不该知道的东西 你不懂这种知道 这肯定是个大话 还不如把他签掉完了 你曾还敢不敢到 是 我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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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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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说的没错 没钱 没事 你就是什么都保护不了 你以为我吃净 这是谁来的 不好使 儿子 这不是你上次 看上的那个外卖员吗 你别说血净了 还真润呢 那必须得吧 在正常 我挑妞的眼光 说第二 就没人敢说第一 你把正所谓上阵父子兵打武亲兄弟 要不我们一起玩一下 玩一下 这哪 我不去你 本来想给你来点工 没想到你想得总这么臭 好啊 那本上就奖励你一次 看我床上功夫的机会吧 挣扎你的狗野 好快给我看清楚了 哈哈哈哈 好 你打好死 妈 接着妈 你骂得越难听 老子越兴奋 妈 你来自客 你家长子 解凡之名启事 我将你 出入央会 还跟我玩起cosplay了什么 好 那我陪你玩 你是叶少是吧 这位 就是叶家的少夫人 你小婷子从来没玩过这么高贵的女人呐 今天本上就要好好尝 叶家少夫人是什么滋味 哈哈哈哈 你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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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谁敢住我的儿媳 叶董事长 你怎么来了 哎呦 你真是好胆狗胆 我再不害你死我太将翻上天了吧 来人 我给你那个狗东西 挂起来 哎呀 董事长 你没事吧 反而 你终于找到你了 这些人 让你受苦 爸对不起你 叶董事长 你搞错了 他就是个送外卖的 他根本就不是叶少 这都是下将 射的阉谋啊 我难道连自己的儿子都认不出吗 叶山 就算死一万遍 你还想我心中这恨 哎呦 完了 全完了呀 啊 啊 啊 这两个人 你想怎么治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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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找错了 啊 董事长 好 我刚才跟你说 你死 你死 你让你们这两个人 啊 不 杨慧 哎呦 不不不 一说一说 我不想死 求你放过我吧 放 放过 你有放过世女吗 叶少 叶少 我真不知道你是叶少啊 你看 我什么都没做呢 对吧 叶少 我要知道您是叶少的话 你借我一百个打 我都不敢欺负您的女人啊 知道你是叶少 欺负 今天是一个外卖员 我该被你凝捕了是吗 不 不 对不起 叶少我错了 我错了 我发誓 我发誓 只要你放过 我 我 我给你当狗都成啊 叶少 是啊 叶少捞命啊 你也不配 醉力深作 仗势欺人 放病也不够 叶寒不完 苏下来 你这苏起 实是为奴 来人 放嘴 叶少我错了 叶少 尸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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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你了 这三年 无论是品酒 还是鸡鸣 他都不曾抛弃我 我要许他一世荣光 好 真是好儿媳 等他醒过来 我亲自陪你 登门提亲 我要给你们举办 大厦最隆重的婚礼 让大厦所有人都知道 他就是我上京叶家 未来的猪母 谢谢 凡儿 凡儿 快 送凡儿去医院 是啊 老爷 少爷的病情 早已到达极限 是靠着顽强的求生意志 坚持到现在 就在刚才 他心中紧动的那根弦松了 所以 才导致昏迷的 既然我的骨髓 跟凡儿匹配 就抓紧时间做手术吧 可是 董事长 您现在年事已高 再加上常年忧死劳累 以您现在的身体状况 直接给少爷医治骨髓 恐怕 风险很大 要不 咱们还是加钱 扩大匹配范围吧 我叶家有的事情 跟凡儿的身体 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不要再犹豫了 做手术吧 老爷 你 如果不是因为我 凡儿不会吃这么多苦 更不会受这病痛折磨 是我亏欠他的 我才是叶家的罪人 只要能救凡儿 扎上这条老命 又算得了什么 医生 我要不惜一切代价 救我凡儿 老二叶天 不是一个安生的人 几天之后 让凡儿拿着我的家主 信物育龙园 继承叶氏家族 和万豪集团都支撑 是 老爷 爹 爹对不住你 爹不求这辈子 能够得到你的原谅 只是不知道 我还能不能再听你 叫我一次爹 老爷 老爷 紧人天下 一定会没事的 嗯 少爷 也一定会原谅您的 我如果不在了 替我好好辅佐 凡儿 也帮我好好劝劝 他们兄弟俩 要和平相处 是 老爷 时轻 时轻 这是哪儿 凡哥呢 黄小姐 你已经昏迷一晚上了 叶先生正在进行 患随手术 是真的吗 嗯 太好了 那 那手术成功率高不高啊 放心吧 王小姐 万岁手术的成功率很高 没有关系 谢谢 不过 我是怎么昏迷的 还有 凡哥没有找到骨酸 怎么会做手术啊 啊 不好意思 我 问 姐 怎么还晕倒了 姐 咱们晕倒了 什么 爸晕倒了 怎么回事 你来过去解释了 你赶紧回来一次吧 孙风 我姐不见得正在手术 我还总不堪 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咱家为了治好那个病秧子 爸妈给你补贴了多少钱 现在大妈晕倒了 没事都有生命危险 你连回来看一套都不愿意 你还有良心吗 什么 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我马上回去 子风 你真没有把你姐 嫁给黄少啊 爸妈把养老钱 都砸到我姐 那个病秧子男朋友身上 我把我姐卖了 爸 就因为没钱看病 死了 鸽屁了 太说了 我这可是为了他好 虽然黄少扯了他 但是人家有钱啊 二十万彩礼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解开了 医生 跟着那个病秧子 好一万倍 可是 没有可是 黄少彩礼钱 咱爸已经看病花了 现在想翻回来不及 我已经答应过黄少了 让他们今晚走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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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 有凡格的手术分 等他醒来之后你告诉他 我家里面有点急事 需要先回家一趟 我等过两天再过来照顾他 谢谢 啊 啊 少彦你醒了 怎么样 他把骨髓捐给我了 是啊少彦 他 我抱他怎么样 董事长并无生命危险 只不过年事已高 身子恐弱 加上伤力元气 需要再恢复几天 老爷 你听到了吗 少爷叫你呢 施宇呢 少爷 少奶奶三个小时前就醒了 接到一通电话 就匆忙赶回家去了 留了这张卡 让我交给你 傻丫头 没事就好 王医生 谢谢你啊 多亏有你这半年来的帮助 以后我可能就死在院长手里了 也害得你跟我一起安了一顿打 没白 院长被撤职查办之后 董事长让我当了院长 说起来 我还是沾了少爷您的光啊 王医生一得京城高峰两级 你都会带领着医院 走在那里的关系 一定 你好好休息 我先过去吧 他们是怎么办的 那个院长啊 涉及巨额贪污不败 还倒败器官 被伐末全部资产判 死去 这是便宜的 那苏家父子更是可恶 贪污了万活集团数医的资产 还涉及杜宋名案 老爷知道后震怒 冻结了苏家全部的资产 并把苏家涉案的二十四口人 都送到了京城最乱的监狱 那苏家父子会收到特殊兆 苏远山控出来的董事兆 现在是由夏江来单元 夏江 这个人心思不准 如果 我做得太行 老爷有令 七日之后 举行家族继承大典 让少爷 手持着家主姓吴玉龙园 继承叶家家主 和万侯董事长之位 玉龙园 家族大典 父母 父母 让夏江备好三书六礼 我要去王家提起你 少爷 那上京的叶天少爷 要是知道您的消息 恐怕会对您不利 不如 想回上京 收复家族产业 等大师定来 再迎去少主 不必 区区一个跳梁小丑 还掀不起什么 可施玉这么急着回家 想必是遇到的什么麻烦事 等我去把这件事处理好 再回去也不迟 可是四年前 四年前他能够得偿 那是因为我对父亲心灰意了 而且 我已厌倦了豪门之间的得偿 不想一直相争吧 好 如今既然我已经决定了重新回去 那我也得好好让他看看我回事 福伯 多年前我屋中有一个小保险箱 你知道在哪吗 哦 知道 那个小保险箱里有个淘汰的电话 老爷这没用了 就还放在少爷房间里 派个亲信 去把那个电话拿过来 是 少爷 那个保险箱里还有什么玄机吗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嗯 妈我回来了 妈 子夫你锁门干什么 姐锁门当然是怕你跑啊 这话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哎 你弟弟的意思就是你爸做蒙了 为了给他凑钱治病 他用二十万 把你卖给了我 你弟弟真是个大孝子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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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他说的都是真的 姐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 咱家老底都被咱们拿去给你那病样子治病了 现在只有偷哥愿意拿出来钱 我眼睁睁看着咱爸没钱并死在医院吧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就把我卖了 我子方 我可是你亲姐啊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 你跟着叶凡那个飞龙干什么 他什么都给不了你 你还要打不卖血给他治病 你看看你 现在装装成什么样子了 那你知不知道 和黄海道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地痞流氓 地痞流氓怎么了 总比那个趴在咱家细血的那个叶凡 强一万倍 至于啊 你弟说的对 你说你跟着那个废物有什么用啊 还能让你真正体会到女人的快乐吗 哈哈哈 你可是咱村十里八乡的大美女啊 你说天天动手工房 多浪费啊 哈哈哈 小爷我就不一样了 身强力壮 你跟了我之后啊 我保证让你 叶叶身哥 玩玩爽分屁 哈哈哈 下流 下流总比乌囊强吧 王世宇 你多久没快乐过了 你不想吧 就是啊 你跟着叶凡那个废人有什么用 哪天又是嗝屁了 你成了寡妇 不还得出去找回男人 王子枫你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 铁烦他不会死 他有病 山主客 恭贺少爷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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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叔六里以备齐 聘礼总价值啊 十倍 这是西山一号别墅的黄本 业主这一栏 空着呢 您可以随便贴心 有心了 我听福伯说 你现在晋升成为了正程冰公司 成盟董事长和少爷的技术 那就好好干 我们业练 我们业练向来都是有 毕生 千万别学 是 少爷 我给你开车 你现在怎么说 也算是好几万员工 更成分工资 日理万机的 你干嘛呢 那这个费物病好了又怎么样啊 这不还是一个送外卖的费物嘛 的时候ес 一 pinned 你给我外债 arse 还都无所有 还什么 欢害他 我是 专破诈论后 殷二 那个她 Jimmy 无论和人政治善罪 就算是黑蜡蜡 亦立战 你这么着急到天 把我们王家人的脸都丢尽了 你就不怕全村人吃笑吗 我们相互恶爱 为什么要怕别人吃笑 倒是你身为弟弟 要把亲姐姐嫁于这种地铁流氓 会遭到全村人的不耻 老子花钱埋了你这个臭娘们 我就是你男人 你一口一个地铁流氓的羞辱啊 你真把我当你年的不成啊 黄海棠 放你一春做大梦 我真是死 也不会嫁给你 你敢打我 把钱买了你 跟爹不成 过来 干什么 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今天老子就让你先来这回事 用房 做一下家 你也得家 我不想你给我放开 姐 涛哥有钱有势 比叶凡那个废物强多了 你现在嫁给涛哥 是我王家高攀了 涛哥不嫌弃你 是我王家福分 你就从了他吧 别的 还是你地铭顺利 老子风你个混蛋 我没有你这样的地铁 没有想高攀你自己去嫁了 我要是个女的 我肯定嫁 关键我是个男的 没这福分 放开我 你死都不会嫁给你 死都不会 我花钱买了你 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放开我 放开我 丑 你们都给我放开我女儿 放开我女儿 原来是老丈人来了 爸 你什么 你怎么出来了 你给我一张 这是在我住 我王家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 连你姐都干嘛 你怎么生成你这样一个玩意儿 丢脸 要不是我 你就自在医院了 为什么我救你 你还能指望谁救你 这是西血鬼 还是我妈那个姐不乐的 是你那群 公眼开人地的情形 爸 是女儿不小 没事的女儿 我要是靠着卖女儿 才能够活下去 我还付了一头 撞死在医院的墙上 够了 老子是来提亲的 不是听你们来 啰里巴措的 小丈人 既然你已经醒了 那就看你让你女儿 我给你钱了 让给我 休想 我女儿 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这婚事肯定是不行 甭借你钱的事 我会想办法进来还给你的 你个老子们儿当的是吧 行啊 你们花钱 救了这老头的命 现在想买账 那就拿命 二十万 压上你这个老东西的命 放在里面 那得多久 少爷 还有四分钟 小伙子 有什么口气的 我先到诗人 是 少爷 少爷有令 加快车送 绝不可能 我们只借了你二十万 就还你二十万就行了 你们借的是二十万吗 不是 那是买命的钱 所以 你不但要还二十万 还要还你 不 不 我们不能死 就嫁给涛哥吧 行了 你们是想遇到一场举举 你去一手仓势 是什么 这是违法的 法 这黄楼这我就是法 这白黑带 剑条 说不认识的 这传出去 我黄海涛还怎么算 你想架什么 来 你怎么想去打死我 来呀 都不肯把你女儿嫁给我 似的 好 来 把那老东西吹出来 好嘞 放开我 妈 妈 妈你没事吧 妈 我没事 黄海涛 你叫我妈做什么了 看什么 我就是 请这个剪破烂的回来 好好劝劝你 老东西 你最好把你女儿嫁给我 要不然 你喜事 变成两场脏事 多不 你 不能嫁 不能嫁呀 那是 妈 要是不嫁的话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爸 当面不成 让我们也不能 不过你姐的幸福 把她往火坑里推吧 海涛 被你同为邻居 你难道 就不能放我们 送生路吗 生路 有啊 把你女儿嫁给我 不但二十万不用还 我还送你们王家 一份聘礼 黄海涛 你在村里是无恶不作 村里多少黄花大闺女 都被你忘了 你想娶我女儿 我不配 我不配 老子身价几百万 有权有势 那一点不比叶凡 那个废虎强百倍 我告诉你 我娶你女儿 那是你们王家祖上 冒清烟 那是你们王家祖上冒清烟 放开我爸 放开我爸 爸 就别反对了 陶哥现在再拔好几场做项目 切都不可限量 一起嫁过去 我们家也能跟着沾点光啊 今天你跟着劝劝他爸 我 你叫什么 你这小子真嫩呐 放开我 放开你 哈哈哈哈 你也不要脸的东西 老子今天就放了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靠你们家有钱有势 你要去什么样的媳妇去不了啊 十里还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求你放过他吧 十里八江 就是十里最美 也只有他能陪着让我还海涛 你放了十里 我们家费还你钱 行啊 那就还钱 家费 妈 你疯了 家费那可是四十万 咱家现在连一万块钱都挫不出来 那什么还 人家的老人 一定贴 什么 把老钱给你了 我们住哪 再说 咱家的钱都被你们送给我姐 去知叶帆那个废物 这钱 本来就给我姐出 你不能为了我钱 不顾我和天天的死活 我不答应 你还不答应啊 要不是因为你这王八蛋 哎 我想你们是搞错了吗 你们家这破房子啊 顶多 也就十二十万 剩下的我们慢慢还 应该成吗 慢慢还 就你们这家 连一万块钱都挫不出来的废物 拿什么还呢 还想让老子 等到你们还到 猴年马月不成 再说了 你们连房子都没有了 那万一哪一天 你们肯闭了 我去哪找人要账啊 那我们现在没有钱 你光线我们已经时间 我们保证还得行 还保证 你儿子还保证 让你女儿嫁给我 你们王家信誉 不失钱 房子 今天我收了 二十万 今天必须拿到 要钱没 要没一条 没钱 那就去卖 正好我在镇上开个洗脚城 还缺女技师 你女儿 你赐五百 呵呵呵 儿媳妇 三百 你这老方菜吗 不是 我俩等也能卖 什么时候 他们卖够了二十万 我们就两斤 我爱到你无耻 无耻 是你们违约在先 我今天就先收点利息 兄弟们 这几个 是咱们 洗脚城未来的女技师 先去演演话 行 你这么美 我当然 就独自享受了 谢谢了 哈哈哈 哦 嘿嘿嘿嘿嘿嘿嘿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我干你儿媳妇 你没事吧 老师 哈哈哈 哈哈哈 大哥 咱们是自己人 你们不能季服我老婆呀 我干你是自己人啊 啊 哈哈哈 要的 三弟 二哥看上这个娘们了 你去找那个老帮菜去 二哥是怎么做 我是吧 大哥 我求你 放了我老头帮 赶一边去 哈哈哈哈 放了我儿媳 方 不可能啊 不过你可以跟你儿媳们一起啊 老下老了点 但活须双飞 自己啊 哈哈哈哈 你们这帮臭伤 你会遭抱怨的你们 韬哥 你不是只要我姐吗 我求求你 放了我妈和姐姐 我也想放了 可是你姐 放开他 你是臭伤 姐 你就嫁给韬哥吧 三家为了叶凡那个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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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凡全没了 可要看你嫁破人亡 你才开心吗 你连那个废物 你连爸妈的死活都不过 你还有没有良心 我家 我家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王晨宇 终于是我的女人了 谁 别哭丧着脸啊 我现在背后可是万豪集团 你跟着我 那以后就是想不尽的荣华不贵 不必跟着你那个废物前男友强一万费呀 他不是废物 我够了 他不是废物 那我那做起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还有你给我记着 你现在是我的女人 我跟你叫她 叫她那么亲密 就是啊 大嫂 等你跟我大哥同房完之后 你就知道 我大哥比那个废物不给他牵了多少倍呢 好后悔没有再看的 王晨宇 老子马上就让你爽翻天 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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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叶父 就是啊 你个病秧子也敢来 来了又能怎么样啊 师爷 你没事吧 你这是 少爷刚做完手术 医生说还要休养两天 少爷迫不及待就要来提亲 王淳宇 赶紧给老子滚过来 什么东西 叶凡成女人 我不配 叶凡 你别以为花钱请两个人 就能下手老子 这都是老子玩生 我还不知道你的理性 你病好了又能怎么样啊 老子背后靠的是万豪集团 身价几百万 你个货从外卖的 那什么跟我比 背后万豪 身价奇葩 听你狂成这个 你哪来的自信 你一个连医药费都凑不起来的 臭丝外卖的 你还敢嘲笑我的身价 你很会装啊 你病好了又怎么样呢 我告诉你 王家 我可是给了二十万的彩礼钱 你有这个实力吗 你不会连一盆钱都拿我出来 就想把王诗语取走吧 二十万 一凡你走吧 你连一个彩礼都拿不出的废物 不配取我解 谁说我拿不出彩礼的 今天我就是来向二老提亲的 希望二老能够将诗语 取配给我 你能拿出多少彩礼 恐怕还不够我们家的医药费吧 够了子风 小狠刚做了所说 就过来提亲 不管他有没有彩礼 都证明了他对诗语的感情 你们的婚事啊 我们同意了 海豪 欠你的钱 我们会想办法还给你的 你们王家 愿意把女儿倒贴给那个 拿不出一分钱的废物 你还要不是吧 少贴子 还不可来台里又怎么了 我那一家的事 就嫁给谁 简 你这么着急倒贴嫁给他 不让别人笑话我们王家一辈子的 我看谁敢笑话叶凡的妻子 父母 瞎屁 是 少爷 我 瞎屁 是 少爷 王府金翁如灭 王家有女 至纯至爱 情比金奸 感奸动地 叶家叶凡 愿与贵府先金 王师宇 解秦晋之好 特配拼礼 西山别墅一栋 老子来寺一辆 星辰之类手势一套 祖宿大红袍失坏 共情欲酒失坛 现金 一亿 我家少爷 假拼礼 价值十亿 还有人 敢笑话我家少夫人 十 十亿 拼礼 哎呀 十 十亿真的是苦情感来了呀 这怎么可能 你一个臭搜外卖的 怎么会那么有钱 东方 你拿了这么多钱啊 黄海涛 我出聘礼十亿 现在有没有资格 我跟你的身下宝败的大不豪 现在 咱俩到底是谁 你拿出十亿片里又怎么样啊 啊 黄世宇 你是跟我签了婚书的 你就是我女人 你现在跟一个野男人拉拉扯扯的 算什么呀 信不信老子失职家吧 谁跟你签下婚书 来人 把他拿下 嘿 嘿 嘿 不要过来啊 我上面有人 你们不能动啊 不管你内部是什么人 谁拉的都救不了你 嘿嘿嘿 上了 你以为你有钱就了不起呀 你再付 能付得过 万豪集团吗 你再强 能抢得过下少吗 万豪集团 是大厦第一财团 一个分布 就掌管 整成百万人的生路 且不就算再有钱 也抵不过万豪集团啊 都是因为你这个混账东西 才还能弥解这样 你也是为了救你 只能怪我们家的秘密 我记得像什么 没错 那是我妹夫夏天明 他可是万豪集团 正成分公司 新任总裁夏淀的徒子 是怎么拍上这样的大人物呢 又是这个万豪集团 这万豪集团 真是一个好众集团 也不全是 哈哈哈哈 小子 怕了吧 实际的 又把诗语交出来 你 跪下磕头 说不定 我还能放你条生路 别说一个是夏天明 今天就算是夏浆了 公主小子 你敢藐视夏浆 你死定了 恭喜爸 登顶正成 只要我们父子俩 抱紧夜少的大腿 正成总裁 不是重点 爸 什么时候 您安排 让我也见你夜少 我也想 瞻养一下夜少啊 放心吧 我早有安排 明天夜少与少妇人 在万豪酒店订婚 这个事情啊 就交给你来操办 记住 一定要操办的 票可得亮的 正好 我那有一瓶 珍藏的陈酿 也一并送给夜少 爸 放心 我绝对让夜少满意 嗯 还有啊 以后你借了 那些不良事号啊 人有什么 爸 我这些 可都是按当年 您的指示啊 八级苏号 怎么就变成 不良事号了 这叫投棋苏号啊 苏夏倒了 你现在霸击的是夜少 要是出了夜少的陪头 苏号 就是你的前车之剑 不是 我 夏少救命啊 有人抢我媳妇 还对你出言不逊 敢打我的人 老子 小子 夏少马上就来 你就等着死吧 不打笑 哎 哎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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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大爷连台里钱都付过了 你敢赐我的会数 哼 哼 哼 把他的钱赶了 是少爷 你以为还老子二十万 这事就算过去了吗 更是当然 王家欠你的账 我现在还给你合算 和我直接的账 老子全部收 欠你账了 骂本少 欠到我老账人 不想是我妻子 建筑王家女眷 这些仗都可死我 小做崽子 男老子 竟敢对少爷出口不尽 来人 拉下去张嘴 打到他会说人话不止 什么 把我小小来了 不会犯过你的 下天能算个什么东西 今天就等他爹下降来了 也得给我跪下 无声称称 不知道怎么办事 好 还替你做 把他的双 双击给我打断 看他以后还怎么作为作福 动手 我看谁敢动手 我看谁敢动手 下场救我 去去去 完了完了 这真的被下手救来了 下手来了 你小子玩了 你敢动我这人 哪来的胆子 他当回到鞋子 你到底不能打他了吗 嗯 你是哪条盗上的 在郑城没见过你这号人物 哎呀 下手 你怎么能认识他呀 他就是一个弄卖卖的废物 不知道在哪儿抢了狗屎 换了横财 欺在我的头上拉屎 昆叔给我撕了 抢了我的女人 还打了我 下手 你要为我做主啊 敢打我的人 用跪下道歉 我不是他的女人 是他跑到我家里来逼着我嫁给他的 我不管 你打了我的人 就得给我跪下道歉 下江就是这么教你做事的 小子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 跪下 你可以回去问我下江 问他 干嘛 好大的狗气 我看你 是不想杀手呀 下江 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赶索 或是我一名 你这个组织 你等 少爷 发生了什么事啊 记住 只有三分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大头 去小王村 小子 装什么装啊 你有吓死的电话号码吗 一定是吓死啊 我爸说叶少少 刚刚晋升为分公司的总裁 在正常 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存在 你哪来的狗胆 敢跟我罢了的话 与其还敢如此不敬 你是真以为 灭不了你吗 让明明 我叫你不要走 走 是你折不起的存在 看来我爸 尚未不解 你们这帮狗东西 还不知道 在正常 谁才是真王 老东西 我告诉你 如今在正常 我就是天 没有我惹不起的人 下少 他肯定不尽 他就用他那十一篇礼 给给下少林 你还真以为他是谁啊 十一篇礼 你以为 他是京城的夜少 你帮假冒去 就把你们骗得团团转 你们真是个废物 假的 不是假的 可能是真的 他一个臭送外卖的 我都拿不出十一篇礼 他能拿得出来吗 不过这个小妞 斩掉 勿往我白跑一趟 下长 您不是有我表妹了吗 这妞 在我那么多的身影之中 也算是极品啊 下长 这个是我运进的 你的意思是说 要让我白跑一趟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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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为下少宠幸 那是他的仁幸 这就对了 不死 我看找死的人是你吧 来人 把这两个嘴硬的 给给我拖出去 打断双腿 剩下那个妞 归你们了 你们给我记住 你们给我记住 爸 爸 爸 你怎么来了 叶畜 我带不来你就存过天了 外界叶少 请叶少受罪 他是叶少 叶畜 还不跪下 叶叶少 叶少 是我永远不识太山 还请你受罪 是 小弟之罪 这是你自己养的好儿子 这件事就叫自己出去 这一关 打你不敬叶少 这一关 打你品行不断 这一关 我打你威护箱里 这一关 打我脚子无缝 爸 这一关 够了 谢叶少 下不为例 这些人交给你 是 保证让叶少满意 你怎么给我带走 少爷 便宜他了 下江城府极深 不是良缘 不过这政策 还有用点饶他的力 去盯着他 是 少爷 那我们回家吧 好 叶凡 见过叔叔阿姨 这些年 感谢叔叔阿姨 对我的帮扶 同时 也感谢你们 能养育出像施语 这样的好女孩 先是 先是瞧许施语 姐姐差点害了你 还有姐夫 我以前对你 确实忽不爽 我不求你能原谅我 但一人做事 一人当 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跟爸妈他们没有关系 请你不要怯怒他们 好了 团哥才没有你那么小心眼呢 看在千千的份上 这次 就原谅你了 下不为例 以后好好对待你 好 叔叔阿姨 我想明日 在万豪酒店 办一场定婚宴 把我和施语的婚事 定下来 好 好呀 大山 快通知大哥 施语他们 终于修成正果了 我好酒店 那可是正成最豪华的 七星级酒店 随便一顿饭 都要几万块钱 要是我没有把我 进来的房子里 你这个饭特别好吃 喂 大哥 明天施语和叶凡 半定婚宴 邀请你们过来 明婚 和那个病都看不起的 外卖员 大山 不是大哥说的 就施语那模样 随随便便 就能嫁给一个富二代 实在不行 我让我们事情 给你介绍一个 大哥 施语他们那是真爱 行了行了 你自甘堕落 我也管不了你 也不知道你们能办个 什么样的穷酸定婚宴 只要你不先丢人 我们 人家遇到 老爸 那农村的露天酒席脏死了 我可不许 就是 咱们身价千万 那哥那么早就不是一个阶层的人了 就你这穷亲戚 他搭理他干啥 这叫咱们去呀 无非就是惦记那点礼金 毕竟还是群群 你们过去就当是看乐子好了 吃吃吃 那行吧 嗯 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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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芭 让你开笑话了 你 我一定许是与仪式独播 明日之后 整个大象 再无任何人敢瞧不起王家 而他们 说过 一辈子 欢迎光临西山别墅 几位是要买房吗 房子已经买过了 西山一号别墅 我们是来收房的 几位请到这边办理收房信息 叶凡 老家的房子还能住 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 叔叔阿姨 老家的房子不太安全 再说 这原本就是给施宇的聘礼 而且 这离明天的订婚酒店特别近 你们就安心住吧 可是 子风他们两个还在家里呢 别再跟我提那个混账东西 叶凡 子风他本性不坏 他只是觉得 我们太偏心施宇了 才对你有意见 以至于做出那种荒唐事 你能不能答应阿姨 别和他们一般近视 放心吧阿姨 他毕竟是施宇的弟弟 只要他能改过自新 我会亲自安排他 到万豪工作 万豪集团继承人叶绍 不日将会入住这栋西山一号别墅 这是我们西山一号别墅的屋上荣耀 你们务必 要将这栋别墅的每个角落 都仔仔细细地打扫干净 万万不能有一点马虎 一定要让叶绍和他的妻子 助他出心 助他安心 是 赵总 姑娘们 行动起来 亲爱的我到了 我在休息室等你 你们怎么在这 你们怎么在这 你姐夫带我们过来收房 事情你怎么也来了 收房 开什么玩笑呢 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 郑城最好的西山别墅 最便宜的一套别墅 至少要好几千万 凭我们家的财力都买不起 就凭你们 也敢说在这儿买房子 你们家买不起 并不代表我们买不起 先生你好 系统显示 你已经领取了别墅钥匙 这边我们开始办理收房程序吧 好 有没有搞错 有没有搞错 就凭他们这个穷酸呀 像是能买不起房子的人嘛 你还不赶紧把他们给我换出去 黄世青 你怎么知道我们买不起啊 女士 这里禁止喧哗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可以到前台提出素权 真是可惜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谁又得罪我的小宝贝儿了 谁又得罪我的小宝贝儿了 请主管好 哎呦浩哥 就是他们这样一群小八老 三可后再招货 你吃了后一喝 被我戳刷了 还倒打一盘 浩哥快来替我做主啊 原来是学饭都吃不起的废物 哎 你们要是饿了 我可以带你去后院 正好我们今天剩菜剩饭还没到 你们想吃多少就有多少 二叔二婶 快不快谢谢浩哥 我心情你太过分了 请主管原来像狗一样 喜欢吃剩菜剩饭 不过可惜 那浩哥是狗 你小子有种 哎 你怎么什么人都接的 你不知道 住在新山别墅的人非富即贵 他们一群看起来就脏的人 也不怕脏了业主的眼 他做的很 反倒是你狗眼看人低 你配当成我吗 把这群乞丐给我扔出去 把这群乞丐给我扔出去 行号 这就是你对待业主 业主 跟你说说 你是几号楼的业主啊 一号别墅 一号别墅 价值三个月 是我们犧牲别墅的楼王 能买得起一号别墅的人 他正常我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你什么身份啊 竟然敢冒出一号别墅的业主 我有没有这个实力跟你有什么 你要是有这个实力 我叫你爷爷 我倒是没有你这么不孝的 小三 你装什么装 每个来西川别墅收房的人 都必须携带房码 你要是拿不出来房码 看我怎么弄 我要是能拿出来 你要是拿得出来 我就跪下给你磕头道歉 这可是你主动下的东西 乖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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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秦主管 这个房码是真的 上面有我们的纲印 这怎么可能 你们怎么可能会有西山别墅的房本 业主名都没写 你还说是真的 这里有人造假房本 把一号别墅业主信息发过来 小子 伪造房本可是违法的 不会把你今天的情况 如实告诉一号别墅的主人 能买得起一号别墅 一定是正常 省眼通天的大人 看伪造别人的房 你们死定 你们死定 这是西山一号别墅的房本 业主这一栏啊 空着呢 您可以随便填写 文贵 还是写你自己的名字吧 现在有名字了 我叫孙子 叶贵 你敢现场造假 把他给我抓起来 秦主管 你不能这样 虽然房本上没有名字 不符合规矩 但是刚一是真的 你不能武装地认为 这位先生就不是叶贵 听到吗 秦主 房本可以造假 可钥匙是独一无二的 西山一号别墅的钥匙 已经被业主领走了 你说你是业主 行了 钥匙拿出来 对 你拿不出钥匙 打不开一号别墅的大门 你们就是骗子 秦主管 业书情况属于业主隐私 收房合同里 没有规定业主 必须打开房门的要求 如果这样做 违反了销售条例 赵总知道 我们会被开除 更大人狗眼看清楚 这些相貌老买得起 西山一号别墅吗 我这是为公司排除隐患 赵总知道 只会讲历 可是 废话少说 出了事我担着 他要是真能打开一号别墅大门 我立马辞职 向武朗 你敢不敢 柳和不敢 带路 向武朗 开锁吧 去吧 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一后开不了门 看你 糟草 敢拿一把假钥匙 开一号别墅的门 等着收尸吧 欢迎叶主回家 我 这 这怎么可能 欢迎叶主回家 什么动静 难道月少来了 这要是月少 看到我这个西山别墅总经理 亲自给他打扫卫生 他一定会记住我的 这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乖孙子 可跪下去 辞职心 假的 这一定是假的 这不可能是真的 证据确凿 你还嘴硬 跪下 给少爷道歉 叔叔 咱们都是一家人 没必要做这么绝吧 明明是你们没事的 现在还怪救我们吗 果然是假的 一号别墅是夏总的 叶主根本不是他 要是 一定是他偷美 三个亿的别墅 你都敢偷 你等着一辈子坐牢吧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啊 这是夏将给我 你要不要听你自己 再说什么呀 夏总可是万豪集团 郑成分公司的副总 地位仅次于书总 他可以说是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他凭什么给你买别墅呀 就是 也不撒泡尿 照着自己什么样子 不过表情 你可要打大门 找这么个男人 你就要吃牢饭了 不过 对于你们家来说 以前因祸斗腐 毕竟 你们吃牢饭 兄弟之前 吃不起饭要强多了 我是请你告的 不过你不想吃牢饭也可以 哎 浩哥 他人是好多富二代 就凭你的姿色 应该有人可以留下你 但是 有些人就没这个命 特别是这个病秧子 那 腾鸭都没人要 哈哈哈 事情说的没错 黄世语 你刚才不是很骄傲吗 这样 你只要给事情跪下来道歉 我就给你这个机会 是怎么样 不需要 该跪下道歉 是你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法 好 那我承许 好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都给我住手 都给我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 赵总 这群乡巴佬 又偷夏总的别墅 被我给识破了 您看 他怎么处置他们 谢谢 您看 浩哥是不是离了大宗了 李尔大爷 别墅 就是夏总给叶少买的 叶少 在下办事不利 就离得罚 赵总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就是一车松外卖的 怎么可能让夏总 给他买别墅呀 清楚还是我清楚 你们开除了 现在收拾东西不带 赵总 你不能开除我呀 我可是苏少的 不 他早就凉了 现在正成的化石人 是夏总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吻 这不可能 请稍后再拨 你 爷爷 您放过孙子吧 我还要靠这个工作还房贷 您不能辞对我呀 你的房贷跟我 我呢 目前的西山别墅 看到你 方的隐形 老婆 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 快 你给你姐姐 成多情啊 姐姐姐夫 你看 咱们都是亲戚 你们就放好 隔一马吧 现在知道是亲戚了 一直都是亲戚 再说了 我们明天 还要参加 你们的订婚宴呢 订婚宴呢 是找赏贝来 给我们两个圣婚宴 你们两个孙子 去干什么 把他们掉出去 赵总 赵总 你不能这样对我 赵总 我把我放过你的 赵总 放开 赵总 叔叔阿姨 你们就可以 放线在这住下 什么 我马上告诉少爷 什么 我马上告诉少爷 怎么了 别怠少爷 把老太军情 护出来了 赵总 你没事吧 没事 你们就在这 安心住下吧 我还有点事 就会去处理 没事就好 你先去忙吧 是 赵总 你一样 你一样 帆儿 快吃点糕点 爸爸罚我不许吃东西 哎呀 奶奶让你吃 他要是敢不同意 看奶奶不教训他 快吃吧 怪孙子 奶奶真好 野天 感受奶奶一根汉堡 你个老东西 竟敢让我爸爸 继承人的位置 传给叶凡那个废物 凡儿 才是我叶家的鸡鸣儿 你心痛快 你家中之为 竟然让自己的圣母 爬上自己亲自个的床上 陷害于他 如今 刚是倒行一时 求见自己的奶奶 你这样的人 有什么资格掌管叶家 都是你们逼我的 只要我才能带领叶家祖宣 不会晃 四年前是他属 六日后的继承大帝 照样能兴 反而西山 上次才会被你算计 如今 他真不会饶你 商道就是要心狠手辣呀 他一个堂堂业家 万亿资产继承人 竟然为情所困 他不赶紧去继承家族企业 竟然去找了村姑 谈情书案 真是愚蠢 不过这样也好 如果他不犯蠢的话 我怎么会有机会呢 这人啊 一旦有了在意的东西 就会有弱点 有了弱点 就会输 少爷 您这意思是说 那个女人 就是越南的弱点 那属下 这就派人 你是不是傻 你把那个女人做了 一番无亲无挂 就再也没有弱点 是 属下愚断 你 去郑城找找他的麻烦 记住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现在优势在我 只要拖的时间够久 我就能拉了更多的人 我记得 叶凡不是还有个未婚妻吗 去吧 把叶凡要继承家产的消息告诉 让他和那个村姑 好好闹 是 还有一个人 你爹为了那个杂丑 连命都不服 把骨髓移植给他 你别太偏心 杀了他 你这个毒素 好啊 只要没有我爹的支持 看他拿什么给我整 你真的看师傅 是他先不把我们母子俩锁的 那就别怪我心狠熟了 叶凡 我看还有谁敢支持 少爷 您说天少爷他要杀老爷 叶天做事不择手段 为了这个继承人的身份 可什么都做得出来 少爷 那你还是先回上京 不乱反正吧 实际不对 叶天毕竟在上京已经赢了三年 再加上我爸现在昏迷不醒 若是现在回去 那也是要 那 那这该怎么办呀 放心 在绝对的十厘米级 一切都是毒物 我要的黑匣子你找到了吗 找到了 明天就能送过来 这黑匣子里面 明天你就知道 我们先回医院 有黑匣子 这次准备好迎接绝望吗 你是说 我四年前被逐出家门的未婚夫 六日之后要继承家业 没错 不过我听说叶大少 马上要和一个村姑订婚 等叶大少回上京 恐怕要和夏小姐退婚 叶家少主的亲子 是和宿下的 她一个身影 存不愿 立刻安排飞机去证着 说 叶大少开除了一个主管 还是她女朋友的妹夫 秀 让这个秦浩官复原职 让她跟叶大少 好好忙 我找叶凡 我找叶凡 凡哥不在 我看她是男的 子老你是男的 我是叶凡的未婚妻 上京下家大小 下 为什么 她真是乡下来的 你 你股子穷酸了 你配不上我家叶凡哥哥 你比她远点 我凭什么听你的 你说你是凡哥的未婚妻 我怎么没有听凡哥 是习惯的 曾大女的眼睛太清楚了 我才是叶凡哥哥 名胜严顺的未婚妻 你不过一个第三者 也敢在政国务夫 好死 来人 把这群 丢出叶凡哥哥的别说 是 干什么 干什么呀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帮我进去 我要见赵总 你们两个小小宝 也敢拦我 叶浩 你昨天已经被赵总开除了 还跟这装什么 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好哥怎么办呀 你没了工作 咱们抽贷房贷怎么花 还不都是因为你这个人 招惹了兴业的 才害子丢了工作 你敢打我 你的意思是 就怪我了 你别忘了 你现在工作是怎么来的 总不是我在树上身边吹着棉蜂 以你的能力 你能坐上主管的位置 人尽可福的 你还敢羞辱我 我当然叫不起你 除了把自己老婆都给别人 你要什么本事 拿着你的东西 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情况 公司撤销了开除我的程序 我关职复员了 一定是苏绍 他一定是看到我发的留言 苏绍没有倒 他还在帮我 我就说嘛 苏家怎么可能会倒 一定是叶凡这个骗子 骗了冲 天上总知道 所以就把这一家人给撒出来了 没错 就是这样 感谢苏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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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你们那么羞辱 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 今天中午就是他跟叶凡那个骗子的逼婚宴 到时候当着全家人的命羞辱他 不是个 啊 听你啊 订婚宴上 我一定百倍地报答他们 把我失去的尊严夺回来 苏绍这次 可又帮了咱们一大 我们得想想 该怎么偷偷暴力 苏绍最喜欢美女了 我们把你表姐献给她 可一定 诗语 这中午你们就要订婚了 是 怎么突然帮说一个叶凡的未婚息 你 你快打电话给叶凡 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有问题 sorry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 有问题 sorry 这叶凡怎么不接电话呀 他不会是赢了钱 就嫌弃咱们闺女 一亲别恋了吧 不会的 凡哥他不会一亲别恋的 他一定是因为什么事件耽误了 爸 妈 我们去万好酒店等他 这三年来 我明白了一件事情 人可以有件不用 但是不能 是不不解 当初被逐出业价 我最后 见识了 您带走 是 这电话 四年前 家族说我贪污了时 我想现在 也已经查清了这资本去下 是 少爷拿那笔钱 用离岸账户做海外投资 三年的时间 赚了一千两百亿 投资回报率 高达一百二十倍 老大军都说 少爷 您是万中无一的商业取材呢 一百二十 我八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金银 十三岁的时候获得了哈佛的录取评之书 十六岁的时候我便开始接触家族产 那一年 我用我自己赚了十年的银花钱 一共一亿三千 当时在海外注册了一家 货资公司 二十四岁的时候 我被逐出了家族 这十年期间 我一直不间断了我这家公司主资 用的就是这个车 其中的加密号码远程操作我的员工 投资是全球我看好的所有机 如今这十二个年头不平 你猜猜我这一亿三千万 犯了多少人 哎呦 少爷 老农实在是算不清楚 爱情少爷 您解放啊 四年时间没有联系了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记得当时 我给这家公司 请的名字叫做 超凡资本 那个十四年前 凭空出世 像开挂一样发展 也就超越了 白头鹰师大才发家族 成就传奇之名 以财富镇压全球的 超凡资本事 是凡少爷您的呀 少爷根本不需要业力 与他如今的告读 整个上京四大家族 都要对他咬望 老爷 四年前 您真的错了 不过还好 今后 上京业家 将会在大少爷的带领下 成为全世界的传奇 是我 一番 还没有boss的消息吗 我们已经派人找遍了全球 没有找到boss 也许他已经 找不到就继续找 boss是不会丢下我们的 boss 按照您的五年情话 超凡资本 已经赚取了 几百万亿的财富 可是 你怎么办 排位啊 是我 Oh my God boss 四年了 您终于联系我了 带领一支安保同队 还有超凡资本 入住大厦 还不要 我需要你 太好了 boss 这一天 我已经等了太久了 好 五天之后 我们在上京业家 上京业家 我说这是你的家子 通知所有部门开会 我们的王 赵宝 福伯 有几个人 和这些安保同事对见 我们去王豪酒店 事宇应该等不及了 是 老远 夏总放心 夜少 在万豪酒店订婚 那是咱们酒店的荣幸 我保证 每一道菜 都是金星大子 金字掌勺 每一个服务员 都是精心挑选 如果夜少不满意 我愿意 提头来见 行了 只要夜少满意啊 少不了对你的奖赏 这瓶罗曼帝康帝啊 待会儿你派人帮我送过去 是 夏总 待会儿的订婚宴 我是不是可以过去 为夜少 送上一份祝福啊 今天的主角是王小姐 我们不能宣明多久 等会场过半的 我带你 去夜少满前露露脸 啊 谢谢夏总 谢谢夏总 这万豪酒店 不愧是郑城最顶级的 七星级酒店啊 在这里吃顿饭 得好几万吧 几万块钱 只能在餐厅吃 这可是包了万豪酒店 一整个宴会厅 没几百万下不来 哇 几百万 哎呦 那我们今天 可是沾了二舅家的光了呀 施宇真是找了一个好女婿啊 这定会宴办的 比大舅家的还风光啊 以前我听说过贷款结婚的 今天亲眼看见了 可真是长了见识了 大山啊 为了在亲戚面前装 你那送外卖的好女婿 真是豁出去了 贷款结婚 大舅你说的可是真的 就他们家 糟糊卖铁都吃不起 这里的一道菜 不贷款 不贷款 真是死要面子 我受罪 这里还有多少钱 真是要面子 狗眼太人低 我告诉你们 我姐夫有的事情 这些就是我姐夫 坐我家的片里 西山别墅一栋 老四来四一辆 星辰之类首饰一套 祖书大红袍十冠 宫廷玉酒十坛 现金一个业 总价十个亿 十个亿 十个亿 这么多呀 十个亿 十个亿 还宫廷玉酒 我怎么没喝过呀 连牌子都没有 我看呀 是假酒吧 哎呦 手滑了 这可是宫廷玉酒啊 没事 我赔 你 这就价值千万 你赔得起吗 哎 就这么些的假东西 哎 也就骗骗你们这种 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 谁说我姐夫 他们送的片里是假的 只有我爸妈他们 可是住进去了 我姐夫送的西山别墅 哦 是吗 哎 那我今天怎么看到 他们在西山别墅 被人给赶出来了 啥 你这是 没跟你云霉说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哼 当然是你姐夫招摇撞骗 被人戳穿了 你说 对 凡哥他不是骗子 不是骗子 那他人呢 哎 该不会怕丢人现眼 不敢来了吧 是 叶凡他还没有 他不会是一亲别恋 跟了那个姓夏的女人 不要你了吗 会的吗 凡哥他不是这样的 谢谢 我看 咱们大家都别等 说不定他 现在已经被警察给抓起来 我说了 凡哥他不是骗子 他一定会过来的 那他现在人呢 我在呢 杰凡哥 杰凡你终于来了 哎 送完美的 你还别敢来呀 我是给夸你胆子大的 还是夸你不知死活呀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二叔一家在西山别墅被人赶出来 你还在这装傻充了 什么 谁干的 那个叫虾彩卫的女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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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现在这骗子的心理素质可真强 都被主人给赶出来了 还敢在这里面不改色的说狠话 哎 我要是你 我恨不得找个地方搬进去 黄世青 你说谁是骗子 当然是他了 哎 嗯 这骗子也是假的 房子也是假的 就这样你还相信 我看你真是傻的 哎 啊 今天这顿饭 不会也是你骗来的吧 哈哈哈哈 那我们可得小心点喽 要万一被万豪集团的人赶出去 那这脸 可就丢到阿爸了呀 哈哈哈哈 啊 会啊 怎么不会 你看看他那家的秦云样 哎 怎么会有钱再债办地婚宴呢 那是 这说不定 就没吃霸王餐的 哎 你的最后 那叫我们借他买的 是 大沙 这也是你怪的可太不利的了 你怎么能坑我们呢 你们别在这儿胡说 我们家才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呢 你们家人穷制度 还死要面子 你们做出什么事 我都不会觉得意外 哎 我看 我们还想谨慎点文妙啊 就 哎 这么一说 这饭 我可真吃 没什么安心 服务员 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吗 帮我查查 他付过钱了吗 先生 你们本场消费 最终会记在夏江夏总账上 你又付钱 现在要开始上账了 果然呀 你还是打着夏总的名义 在这招摇撞骗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吗 美女 这个人就是一个骗子 我们可不敢让你们上财 除非他能提前结账 七号 我看你存心是为了找茬是吧 啊 我可没有啊 你不是说你姐夫有钱吗 怎么 一顿饭 一顿吃 十万 就把你们给吓着了 职业的片礼都吓了 付不起这几十万块钱吗 少爷 富克敌国 你们这一少爷 付不起一顿饭钱 真是可笑 哎呀 富克敌国 挺挺挺挺 好大的口气啊 有本事你把这些负 富克敌国 是根本扑不起这几乎 我要是负得起 行 你要是负得起 我们全家会享用客时机 好 一言为定 不过 你不需要向我调解 还是和王叔叔调解 好 不过 你要是结不起账 就别再相取施语了 我绝对不允许一个骗子 来骗我们王家的名誉 骗子 你们不是说我这聘礼是几乎 那就睁大里面的眼睛 清楚 服务员 报告 支付成功 怎么可能 他不是骗子 怎么可能这有钱呢 这 是真的 那这些 我又说我姐夫不是骗子吧 你们还不赶紧跪下给我发赵券 谁说他不是骗子了 他能冒充夜少 让下口为他买单 一定捞了不少钱吧 小子 骗子越多 罚子越重 你们一家子拿了三款 都是帮修 到时候都得受牵连 少爷还用冒充吗 哎呦 演的还挺像 那么一回事啊 这小子是个什么东西 再来的人谁不知道 他怎么可能是万豪酒店的继承人 昨天冒充夜少 骗夏总把西山别墅送给他的伎俩 已经被拆穿 如今故技重施 让集团把杖挂在夏总名下 如此吸入正常商界一把手 你当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夏江 他是武技上提拔的一把手 你拿他养我 知道吗 死到临头了还在这装逼 你冒充夜少 今日订婚 怎么不让夏总给你随礼呢 啊 夏江夏总 送一好听 罗曼帝康定行 夏总竟然亲自送酒 他不会真的是传说中的夜少吧 不是 是我刚给夏总发了举报短信 我在呢 这酒 一定是夏总为了感谢 送 45年的罗曼帝康定 市场价400万 果然是夏总的 略微出手就是这么大的手柄 不像某些人吹嘘的 公平欲酒 比他强上万倍 这酒 没有牌子的假酒放在这 也只会拉低万豪酒精的套 摔了又能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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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这种垃圾 值多少钱 不过你要是心疼啊 姑奶奶 可以替浩哥陪 浩哥 这 罗曼帝康定 我还 只听过没喝过呢 放心 今天浩哥让你喝个够 你确定 这酒是夏浆送给你的 不是送我的 难道是送你的 爸妈 你们也来尝尝 有心了 是吗 不知道这味道如何呀 这夏浆出售真大夫呀 好酒 好酒 好酒啊 这口感信你 灰味悠尝啊 这不愧是 价值四百万的 罗曼帝康币呀 小子 你叫我一声爷爷 我让你尝一口怎么样 这一口酒 价值好几万呢 小生爷爷就能喝 这也太值了 实情表明 是吧 姐夫好心提醒你一句 这个酒 真不是夏浆送给他 你们现在喝多少的话 一会儿可就得给我 喝几个酒 你们现在喝多少的话 一会儿可就得给我喝几个酒 小子 装不下去就别硬装了 你现在嘴越硬 待会儿啊 脸就被打得越疼 阿山 这晴侯这么仔细 夏总不会 真的要过了 吃那夜饭吧 你说什么呢 姐夫 你要真是得罪的夏总 你还是跑吧 有我在 他跑不了 叶凡 只要你现在给我跪下 和三个小头 我就在夏总面前 听你说几句好话 求他原谅我 不然不仅你要完蛋 我二叔一家子 也要被你牵连 沈云 你相信 芬哥 我相信你 表姐 你当真要一条路走到黑吗 你当真要连了一家人 还剑不住你在开戏是吗 你别说我跟浩哥 不给你和二叔生命 如果你愿意当苏后苏少的云人 那凭苏少的面积 或许夏总还能给你们交换 苏少 没错 昨天就是因为这小子 脏了夏总的别墅 直到如今啊 只有苏少 能给你们一条生路 什么东西 他苏后算什么东西 见过夏总 夏总 好大的瘟 这就是小小子的夏总 我不想让我怎么接入你 是啊 你还会 夏总来了 这下你们完了 哼 夏总 昨天就是我给你们干的东西 就是他 偷了你的别墅 照这么说 我还得体现 哎 夏总 您太客气了 您都已经送了我罗马迪康的了 哎 这 这就是女特的 下头美意不敢拒绝 您还是赶紧把这个骗子抓起来吧 没错 就是啊 还有这家人 昨天偷住您的西山一号别墅 除了这个女人 还有苏少 替他所有人正宁处承 这 我怎么感觉来的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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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总 自己人 你打我干什么呀 那谁说你是自己人 夏总 我可是苏少的人 咱怎么不是一家人呢 夏王怎么能和苏氏父子 那种小人为我 夏总 小心获从口出呀 虽然 您现在是万豪集团 正成分公司的走才 那苏总和苏少 那可是有大能量的人 你得罪不起的 两个在牢里采佛任机的人 我有什么得罪不起的 两个在牢里采佛任机的人 我有什么得罪不起的 牢里 这怎么可能 今天苏少还帮我处理植物呢 他们怎么可能在牢里 你看看这是谁 苏少 他怎么可能在牢里 苏少品行不端 已经被叶少 送到牢里赎罪了 既然你这么想他 一起进去吧 夏总 我什么错也没犯 你不能这样对我呀 不想进去 可以 你把我这些钱都赔了 我就让你进去 你干什么 都闭嘴 小江 拜计叶少 安排不当 请叶少惩罚 孙如胜 请叶少 惩罚 行了 那真的是叶少 叶少 我赔 四百五赔 四百五 五 是两千四百万 关公给打出的那一堂宫廷玉剑 皇家专用 是 千万 那是皇宫专用 市值里有千万 啊 两千四百万 两千四百万 我全家赔进去也不够啊 叶少 你放我一马吧 不赔可以 那你坐牢呗 正好你苏绍 练就了一点好比试 正好可能 去看牢呗 叶少 是他 我们都是听了他的谗言 才对您不敬的 对对对 我们家 跟他断绝关系了 断绝关系 行了大伯 这些呢 都是你们的家事 我还管不着 爸 你不能这样 老婆 你快点帮帮我 去你咱妈 谁是你老婆 我跟你一起离活了 你们好狠的心啊 就算离婚 负债你们也得成为一半 我跟 我跟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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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我 我 把他们 带下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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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放开我 二 叶少 吉时已到 该签订婚书了 我们始于初见 始于终好 承蒙不弃 一生进 今日有诸多新坡好友的见证 我叶凡 愿意去你一起 你 愿意嫁给我 我愿意 姐 姐夫 恭喜你们有情人 终成眷属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叶凡 我才是你的未婚妻 什么 那四年前我被逐出叶家的事 吓了小姐 你在哪啊 只要这婚术没退 你就还是我的未婚妇 一个能成为你助力的上金下家千金 和一个尚不得台面的山野村妇 该怎么行 你该 三哥 当然 我就知道 像叶凡这样的有钱人 怎么可能会娶那样的图老帽的女儿 一个山鸡 别想飞上枝头变凤 别走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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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陪伴在我身边 不离不弃的 一直都是诗语 而我叶凡此生 也只会有一个女人 就是黄诗语 夏残雷 你这个婚约 定 叶凡 我有一个村姑 你居然敢思惠我的婚约 幸福我下家为敌 你下家要是有意见 我在叶家等你 好 我 你 你 我不要 走 凡哥 我是不是让你得罪人了 区区下讲 我还没放在眼里 待我五日之后继承家业 我就回来娶你 让你荣耀加身 成为这世上最尊贵的女人 嗯 我再真诚得你 我那个跑外卖跑坏脑子的大哥 竟然为了一个灰姑娘 拒绝了夏小姐 真是不知好歹 叶天 你是等着看我笑话的吗 当然不是 我呢 是来向夏小姐 求婚 你不会为了嫁给我哥 拒绝我吗 我是想成为叶家的少夫人 谁是叶家少子 我的家 不过 你父亲要立叶凡为叶家家 继承望好几团 习惯 一个死人的知识 什么用啊 梁师傅 叶家人 不会立一个谋逆之人继承家业 我爸死于为了救我大哥移植骨髓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嗯 你可真 不过我醒了 喂 小子 嗨 怎么了 超凡资本的执行总裁 艾威尔小姐 五日之后 将带着他的执行团队 来叶家关了 这是那个 立押世界十大财阀 富可敌国的超凡资本 难道 他们要投资叶家的万豪集团 不错 有了超凡资本的支持 我必将带领叶家 大举进军海外市场 一举让叶家成为世界上最有级的家族 有了这份功绩 叶家 谁敢不尊我为主 叶凡 再也放不起一群了 dau 多四 继续 由 挙 茱 19 多 letters 深 谢天果然没有神气 我爸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与生说就这两天 谢天 任务已完成 叶凡 我在上街 你来 boss 我终于来到了你的家乡 今日超凡资本和旺豪集团合二为一 世人必将资予 出发 去旺豪集团 不 不愿意了解吗 今日 家族大典全力交接 我提议 由我担任叶家家族 及万豪集团董事长之位 谁赞成 谁反对 我反对 我大哥 我大哥召开家族大典 还没有把位置传给你 你现在有什么资格 你现在有什么资格 我有什么资格 三年来 我在万豪集团绦兢兢业业 如今更是得到超凡资 金乱 以将带领集团走上更高楼 干 梦 我 不过是一个满脑情爱 其他家族里硬朵不保的废物 二叔 你说谁更有资 嗯 什么 世界第一财团炒饭资本 要来我们叶家 关礼 机会难得呀 是 我们万豪要是能够利用 超凡资本的海外渠道 进军全球市场 必定能突破智谷 成为全世界 天的家族企业 叶天啊 能得到超凡资本的青睐 确实比叶蚕 这资格 我赞成 好 既然各位董事都支持我 那我宣布 即刻起 我叶天 就是叶家族长 集万豪集团 董事长之位 我的好哥哥 你终于来了 任命书 家族有令 叶家 叶凡天宗取才 四年前 遭人陷害 被逐出家门 今已查明真相 叶凡少爷回归家族 继承叶家家主 和万豪集团董事长之位 这是家主信物 宣 遭家主令 公平叶凡少爷回归 天宵 请让出主位 刚刚那个任命书是假的 是叶凡固满四年前 被逐出家族 伙同福伯残害父亲 意图夺权 让福伯以父亲的名义 修任命书 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 来人啊 把他们两个给我挂起来 还谁敢动 看谁敢动 奶奶 爸 怪生子 怎么可能 一天 犯见我没死 是恶失望 爸 这话 老生在起 还敢狡辩 一天 陷害兄弟 求见老生 害杀自己的父亲 丧心病房最大恶极 今日 就组出家族 不是你们逼我的 你们两个有眼无珠的老东西 宁愿把族长之位 扯给那个废物 都不愿传给我 我能得到超凡自慢的扶持 为家族开渡海外市场 他能干什么 带着叶家送外卖吗 就是 上京下家下采威 便与叶天少女 奉结前进之口 新举足之力 助立叶天少女 开放外市场 谁敢与叶天少女 就是与我指责下家为例 请叶家家主 立叶天少女为家族继承人 请家主 立叶天为家族继承人 请家主 立叶天为家族继承人 叶凡 现在我叶天继承家族之位 众望所归 你拿什么和我争 叶凡 叶凡 我说过 你快和我来啊 叶凡 四年前我饶你 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你竟然这么想死 那待会儿 你以为你不定 难道不是吗 啊 老人 现在家族整个高层都在支持 有本事 你把他们全猜了呀 啥 你以为我不敢吗 你当然不敢 你去正常的那些天 我呢 把万豪集团未来五年的所有计 全都启动了 我把所有的项目资金 全都扣进去了 你如果把我 和众位高层都开除了的话 万豪集团不就乱成一锅粥了吗 到时候资金链断裂 复 彻底崩盘了 到时候 要整个家族 为我培葬啊 要整个家族 为我培葬啊 玉琴 你疯了 你就不怕玩脱了 干整个夜家万劫不复吗 超凡资本资产百万亿 有了超凡资本 和夏家的福祉 我怎么会玩脱呢 只要我当上叶家家主 到时候叶家不但不会亡 还会在短时间内 完成未来五年的所有规划 一飞冲天 你是选这个无能的废 还是选我搭上超凡资本 让整个叶家更上一层楼呢 叶子 你真以为超凡资本 当然啊 今日超凡资本 执行总裁艾威尔小姐 将亲临我们万豪集团 难道 是为你这个臭送外卖的吗 不错 这超凡资本 就是你 哈哈哈哈 哎呀 超凡资本 拥有全球最大的财富 一个连医药费都掏不起的费 一只蝼蚁 怎么能入得了艾威尔小姐的法语 不错 艾威尔小姐远嫁很乖 恐怕连你这个废物的名字跟我 这个废物的名字 因为 这超凡资本 而艾威啊 那是我扶持起来的话 叶凡 你想叶家家族之位 想成师心疯了吧 就你这样的废 还成立超凡资本 还扶持艾威尔小姐 哦 好了 即使已到 我也该上位了 叶凡 你这底牌都出完了吧 来人啊 把这个诗心疯给我拖 冲撞了艾威尔小姐 尴尬了叶家的前程 艾威尔小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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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的到来 我终于在世界呢 你怎么 艾威尔小姐 艾威尔小姐 你搞错了吧 她就是一个臭村外卖的 她怎么可能是你老板 你说 金银 超凡的凡 是哪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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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 我儿子叶凡 继任万豪集团董事长一职 谁赞成 谁反对 恭迎董事长 我说三件事 第一 叶天母子 叶天母子 道行逆师 为丧心病狂 即日起 逐出叶景 业服查办 第二 超凡资本 并读万豪集 即日起 成为万豪集团 台湾分公司 第三 筹备我和施女婚 博士 您看 我把谁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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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不要 叶天母子 我把神经厅 一声 你不想 我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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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hands 我一声 你不要 我一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